台北报道 在苹果iPhone 6s大幅的库存调整 让供应链第一季是惨兮兮之后 现在似乎终于是要走出谷底了 其中镜头厂大力光最新公布的5月营收 表现也是优于预期来到了33.63亿元 虽然仍是比去年同期还要低 但是已经比4月成长了8% 大力光也表示6月看起来仍有机会持续成长 市场也认为手机双镜头或是升级的题材发酵 都渴望成为推升大力光营运动能的柴火 拿起手机拍照不论是苹果或飞品阵营 持续进化的相机甚至是双镜头传言持续发烧 似乎也为第一季低迷的手机供应链带来一道曙光 像是镜头厂大力光最新公布的5月营收 更是明显走出低谷 第一季会这么弱 最主要就是有些客户系 就大后一下修得厉害 现在看起来4月跟3月差不了太多了 5月看起来似乎也跟4月差不了太多 先前法说会上执行长李恩平保守地说表现应该会持平 但最新公布的财报却显示 5月合并营收33.63亿元 虽然交去年同期衰退24% 但与今年4月相比仍成长8% 表现优于预期 前5月累计合并营收为147.39亿元 而大力光同时表示6月因为部分客户 心急拉货的因素 营收表现将会更优于5月 而市场也认为除了苹果之外 像是华为下半年将推出的多款双镜头手机 以及从5片塑胶镜片提升到6片等等的规格 都有望成为大力光营收柴火 网人普遍看好大力光人将在镜头市场独占凹头 而大力光也将在6月8号举办年度股东会 除了林恩平怎么看下半年景气是平盖股多空指标 也关注配罚63.5元股息议案 若顺利过关将创下另一项台股新记录 借助三苏正元台北报导 太阳能细经原厂国硕市传出了人事地震 在股东会前夕以里面不同来解任国硕集团的副总李朝青 他跟公司的做法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他该有的一些工作 他就没有在参与公司的一些经营 谍策 所以他就很少在参加公司的内部会议 他今天有看到报纸说 那个工资高层有不合 我想是没有这回事 因为公司的经营团队都很强 并不是会说因为一个人的离职 他会影响到公司的做法 他是有自己要来选这个职务 我想他也是安排或是基于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一看到说有这种信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大致一惊 因为这个像股东会的召开 也都是他副总任内的职务 结果他是跟公司打对台 我们是有这种哑量 就是说接受每个人的他的看法 身兼硕和和国硕董事长的陈敬明表示 由于营运管理处的副总李朝青 个人规划和公司的理念不同 董事会在4号是以酒票来全数通过 接任李朝青的职务 而陈敬明也表示 未来国硕的发言人将会由他来亲自担任 而财务会计主管只有信任的财务处长 蔡志平来负责 强调国术的经营并不会受到影响 台股的焦点 国安基金在4月中退场 而当时账上还有200多亿的台股持股 如今是卖股了吗 国安基金的新操盘手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 今天是首度到立法院来备寻 他只表示会秉持来无隐去无踪的准则 未来他的操盘原则就是尽量不要干预股市 你是政府的基金的操盘人 你有在你的钢位上吗 我在办公室里面 财政部新面孔 新任国安基金操盘手 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 第一次到立法院接送执询 针对执掌的国安基金 四大基金 公股 航库等业务 由于台股周六独家开盘 302亿超低成交量 外界开始有声音认为 以后补班台股应该检讨 要不要开盘 苏建荣态度保留 干脆就股市不要开盘 当然这有正反的看法 你的意见呢 我想我还是尊重 警管会的专业判断 我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基本上政府的一个原则 就尽量不要去干预股市 量低是国安基金 应该进场的条件之一吗 不是 对外首次表明立场 认为政府未来要少干预股市 事实上这位股安基金 行操盘手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进入财政部之前 在柯市府担任财政局长一年多 曾经参与小营基金会 和行政院长林全熟市 当时就以财经专业建长 如今执掌维护国家股市 稳定的重要任务 虽说股安基金四月中已经退场 会员会七月才要召开 不过包含四月退场时 还有两百多亿持股 接下来六月美国联准会升不升息 MCEI是否纳入中国A股等议题 操盘手准备好了吗 战时轻松看待台股眼前不确定因素 但没有蜜月期的新内阁 对掌管国安基金和公股行库的苏建荣来说 肩上压力 未来肯定只会多 不会少 这页卷张明华台北报道 尽管会为了要推动天使基金 周末是和受险和证券业者来作谈 希望业者可以将税后盈余 来提拨一定的比例 溢注到天使基金 也期盼可以扩及到上市柜公司 不过消息一出是引发了业界的反弹 认为以104年上市柜税后存益 依照8000多亿元来计算 提拨1%就有高达183亿元的基金 比原先规划 由金融业提拨上百亿元更加的庞大 甚至可能会压缩到股民的鼓励分配 不论是依照情境主题 或是跟着好友歌单 想听音乐 手机APP打开就能马上听 上前部欧美日韩连续剧 更能随选随看 手机也能追剧情 之前这两款APP上线不到4个月 双双攻上台行榜前百大 莫推手是7年提升 新创产业的潜力无穷 也让国发会金管会 纷纷推动天使基金 希望能挽救门经济 最后的引语去提拨一定的比例 来投资天使基金 这部分应该是大家都是支持的 之前金管会马拉松市的 与受写和证券业者召开座谈会 会后表示 希望业者可以将税后盈余 提拨一定比例资金 挹注到天使基金 甚至喊话要扩及到上市柜公司 不过以去年上市柜税后存益 以照8324亿元 若提拨2% 天使基金规模就高达366亿元 即使是提拨1% 也有183亿元 规模会比原先规划 由金融业提拨的上百亿元资金 更为庞大 市场就出现认为会压缩到 股民的鼓励分配的言论 传出不少业者反弹 金管会甚至发出新闻稿说明 强调没有强制 只是出来呼吁 金管会也指出 保险资金投入天使基金 不会用存款保费等 而且上市柜企业 一桌天使基金会是第二波 进度不会那么快 金管会与林权内阁力挺新创 群众募资平台业者认为 如何实际运作才是重点 我觉得还是管理办法 那钱的来源 我觉得是反而是第二步 有待上去 如何管理用办法来定 那个有非常非常多案例 可以参考 非常多国家有很多案例 但是我们现在 我觉得比较欠缺 需要一点时间 还是对这些新公司 团队的培养吧 金管会也强调 台湾新创业者概念好 被国外并购会相当可惜 希望尽速化解天使基金的争议 加入四挺 透过投资抢救经济 记者李某山 严林凯台北报道 行政院长林权 面对夏季的高温 引发的缺电危机 在5号的时候表示 思考会重启核一厂的一号机 而这个说法是立刻引发了 环保团体的不满 在今天 环保团体是到了台北地院 来按林控告 林权涉嫌恐吓等罪 因为他们认为 重启危险的合一场 就如同像是谋财害命 群聚台北地院前 环保团体按林控告 行政院长林权 不排除重启核一厂 一号机的说法 涉嫌恐吓等罪 环团强调 一号机还要燃料棒 尚未退出 是非常危险的机组 重启简直是谋财害命 连日高温引发缺电危机 让新政府的非核政策 似乎开始松动 不仅外界之一 党内部分立委也出现反对声浪 但也有人有不同声音 政委委员张景森认为 能源的转型过程必须稳健 而且如果这两年限电 反核力量就会崩溃 外界批评不断 吴炳锐急着缓甲 但台电倒是说的很明白 他们赞成重启核一厂一号机 因为能增加1.7%的备转容量 对电力供应不无销补 为了疏解用电压力 行政院已经开始为重启做准备 而依照规定 原能汇和台电必须先到 立院的教委会报告 并且经过原能汇技术审查 核一厂一号机 才有机会重返发电行列 记者官 陈云婷于藏报道 面对行政院长林全 是提出可能要重启核一的说法 经济部长李世光是表示 目前在专业的技术上 其实都是安全无余的 但是现在的首要目标 是要提升节能的设备 绿色能源的应用 以及调度电力为优先 最后的手段才会考虑重启核一 而在经委会上 立委对李世光是毫不手软 更通过了临时提案 在今年夏天用电的时候 若是限电或是大规模的断电 经济部长李世光就要负起责任 请辞下台 民进党政府告诉大家 我们要推动非核家园 我非常遗憾民进党政府 竟然一上来不到一个月 告诉大家我们要重启核一 何等的丢脸啊 我身为一个民进党党员 我都觉得丢脸 民进党立委邱义营一站上直询台 就火力全开 直接炮后新政府在能源政策上 不够用功 让上任后首度来到经委会 背询的经济部长李世光面有难色 因为刚好碰上行政院长林全 提出考虑要重启核一 李世光也认为不排除有重启的可能 但得要先调整需求面的管理 努力推动绿能等等的其他的能源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必须考虑传输的能源 能源的传输的部分 需量反应 指的是怎么样子把某些能源 在这个所谓尖峰的地方 调度到不是尖峰的地方 我们叫做把这个尖峰移除 李世光强调 目前核一在专业技术上 一切安全无余 但首要条件得要先确保绿能推动 现有的电力也应该要做 更有效的分配提升效率 只是他观察 极端气候来得比日期早 对电力供应会造成吃紧的现象 恢复并年发电 它是大概1.7%左右的 这个所谓的被载容量 那么当我们把刚刚所提到的 所有需求面的管理 所有传送面的管理 都做完之后最后不得已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遇到极端气候 这样的影响 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时候 那个部分会考虑 在符合法定程序的所有原则之下 才会进行所谓的定年发电 李世光也重申 尽管到了2025年 自己早就不是部长 但再生能源发电量 达到总发电的20% 目标不变 直升李世光上任后 没有蜜月起意 因为外传联发科想引进中资 对经济部施压 李世光直呼不可思议 从部长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不觉得 我们的官员会没有办法 抵挡这样子的压力 如果有这样的压力 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把它调职了 李世光强调 经济部对于中资投资政策 并没有策略转弯 不论是否开放 都会有企业出走的压力 但就怕说得容易做得难 新政府还得要增强抗压性 才能迎接各种挑战 记者林思宇雄如喜台北报道 在今年的第一季 台北市的涉及人口 是高出住宅数量将近16万户 而高雄还有台南 也出现了住宅的缺口 显示了这三个都会区 潜在的房市购买力 可能相当的强劲 但是有专家指出 如果只是以涉及的人数来计算 恐怕是不太客观的 因为可能会因为补助 或是选区等考量 而涉及在台北 但是居住在邻近的地区 强调最大的原因 是供需还有购买能力的问题 而专家观察近期的房市 确实是有回春的迹象 看屋和购屋的人潮 都明显的增加了 再加上大选过后 不确定因素底定 让自助族群 更有信心回来市场 台北市的蛋黄中心 信一路段上高楼豪宅盖不停 大台北的整体案量持续增加 但在今年首季 却发现台北高雄台南 仍出现住宅缺口 但有专家认为 涉及人数跟住宅需求 并不能划上等号 在涉及上有包括福利上面的考量 或者是想要在选举的时候 选区的一个考量 所以如果这些考量 它并不直接的联动 是带到这个住宅的部分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数据来看 在六都当中 台北市今年首季涉及户数 达到104万4千多户 但住宅数量只有88万5千多间 住宅缺口达到近16万户 而高雄及台南的住宅缺口 也分别达到5万几1万多户 从数字上似乎反映出 这三个都会区 拥有强劲的潜在房市需求 以双北来说 其实空屋率都还是有7%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 在这个实际上还是有空屋的情况 还是没有看到所谓的缺房 我想最大的问题 还是出现在所谓工需跟能力上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很多人想要买在台北 可是或许是买不起 或者是买不到自己喜欢的 房众认为国内现在并没有缺房 只是对于房屋需求的形态正在改变 根据统计 目前全国无偶的比率 正逐渐攀升 从2012年首季的293.5万人 到今年首季的324.9万人 五年间大增31.4万人 居住需求跟以往不同 预期会让六都的房市状况 产生结构性的改变 三月份因为买气地缘的关系 三月份四月份 不管是买气或看屋的人潮 都逐渐的有在增加 而且在五月份 毕竟在总统大选之后 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 都已经底定了 所谓的自助族群 更有信心可以回到 实际上的市场上面来 近期房市有纤维透露出回春迹象 因双北目前的平均单价 都有每平3.2万元 及1.7万元的跌幅 台北市购物总价 降到2000万元以下 新北购物总价 更不到1000万元 自助市场的态势不变 而目前以经济实惠 中低总价的产品 最受青睐 也是双北购物总价及 单价双双条 降了主因 而建商开始让利销售 也让消费者的观望态度 逐渐消弭 记者黄秀文 乔大龙台北报道 前几天因为一场大雨 造成桃园机场 37年来最严重的大烟水 花了三天才消退 新政府是被批评 应变能力不及格 而检讨报告出炉了 直指人为疏失 交通部长贺成旦 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证实 陶级公司的董事长林鹏良 已经是请辞获准 而新人选正在审议当中 而陶级的总经理 费红军的自请处分案 也在报请新政院处理 天灾还是人祸 我想也是人祸成分多 沉默的四天 交通部长贺成旦总算松口 桃园机场37年来 最严重的大烟水 不是天灾 是人祸 对于本次事件 造成旅客及社会大众不变 深感抱歉 我们康开死之后 对于这个 他们的现场的应变 没有能够掌握得那么完整 那么 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 应该更早一点检讨 是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关心旅客 桃园机场成了水上 机场国门变国耻 交通部初步研判 罪魁祸首就是机场 H排水 干管迁移工程 以及滑行道工程 因为工地管理不当 泥土杂物堵塞 导致排水不良 才会酿成灾情 而桃机公司董事长林鹏梁 事发第二天就自请离职 人事案已经获准 桃机公司董事长的辞诚 你批了没有 已经批了 那总经理 自行处分的状况是如何 请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也处理了 这棵烫手山 与谁来接手 政院不愿透露 恐怕没那么快拍板 一场烟水揭露 桃机问题重重 人事大洗牌 能否解决问题 就看政府的危机处理 记者庄旗黄明胜 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大雨不断的酿灾 5号平临的时雨量 是来到了100毫米 创下了历史最大记录 而6号也得要小心 气象局预报中心主任 郑明点提醒 还会有一波的强降雨 气象局也针对了16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不排除会发布豪雨特报 尤其雨势会越来越大 短午廉价的4天 恐怕都会在大雨当中度过 专家更担心 可能还有西南气流来报道 尤其是10号到12号的雨 恐怕会比这两天还要更强 封面带来时不时的强降雨 大雨滂沱不停下 像是5号当天 一旦湿区积水严重 车子开过去 溅起阵阵水花 山区的降雨量更惊人 素性意外发生的地点平临 12点50分到下午1点50分 光是这一小时的雨量 就达到100毫米 破了119年来 历史最大记录 现在气象局的豪雨 第三小时超过100毫米 确实昨天 其实在一小时 就达到这种豪雨的标准 一小时就把一整天的雨都下完 就知道有多么恐怖 摊开气象局的数据 短短两个小时 就从3毫米 瞬间暴增到82毫米 再瞬间降到2毫米 变化速度之快 气象局 预报中心主任 正名点跟提醒 66号还有一波强降雨 各地的山区 几乎全台各地都有局部较大雨 甚至有大雨的情形 紧急而来的短五连假 正名点破文讲典故 五日节水 短五节经常会遇到梅雨季 常常带来又凶又猛的水患 短五四天连假 专家更担心 雨会比这几天还要大 西南风的一个建立 其实是非常明显 由于它提供的水气的来源 相对比较充沛 不稳定的条件也相对比较完整一些 雨势集中在中南部 10号到12号 雨势恐怕更惊人 半围广 时间长 区域扩大 可能会达到今年最大的雨量 更不排除会引进西南气流 提醒民众严防 暴雨成灾 既然全科欢迎台北 财富报道 周末有民众在平临溯溪的时候 是不幸的发生意外 而现在专家就提醒了 在溯溪的时候 必须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如果溪流变浑浊 出现了漂流木 最好要赶快撤离 而万一真的被溪水给冲走 除了要保持冷静 维持仰躺姿势之外 还要记得缩下巴 双手抓紧救生衣 双腿围弯 顺着水流 等流到水是比较和缓的地方的时候 再找机会上岸 受水过河 体验溯溪刺激感 小朋友们欢笑声不断 但其实溯溪活动 眼前藏危机 就怕一下子溪水暴涨 想逃来不及 而要是真的发生意外 自保守则一定要知道 要看着下游方向 如果看到障碍物的话 我们双脚是围弯的 马上蹬开障碍物 缩下巴 眼睛只是下游 双手抓紧救生衣 不要乱挥 膝盖围弯 防止遇到障碍物时 可以蹬开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要保持冷静 顺水流 等到流到水是缓和处 找机会求救 河水上涨 速度很快 河水变浑浊 或者是你身边的河水 有漂流木 已经飘下来了 或者是垃圾被冲下来 那要尽快的离开 专家也提醒安全装备 头盔 全身防寒衣 救生衣 手套防滑鞋 缺一不可 一旦发现溪流有漂流木 水变浑浊 狭带泥沙 或是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 就得停止活动 另外时间点 最好选在上午 避开变化莫测的午后雷雨 以免开心速息变得掉 记者周久宜 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子卡病毒再拉警报 卫福部机关署公布 第三例的子卡病毒 境外移入个案 他是一名22岁的印尼籍迂工 在6月1号搭机 从小港机场入境的时候 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这也是印尼今年第一起 子卡病毒的输出个案 而国内的前两例子卡病毒的 境外移入个案 都是泰国籍的男性 相隔不到三个礼拜 又出现了第三例的 境外移入个案 四绿都国的子卡病毒 台湾传出第三例 境外移入个案 他是一位22岁男性 印尼籍的渔工 他的症状是38度6的发烧 那同时呢 也有结膜炎的这些的现象 证明印尼籍迂工 6月1号搭机从小港机场入境 出现发烧等症状 检体送验后 确认感染 这期病例是印尼今年第一起 子卡病毒输出个案 警官署已经提升 印尼旅游疫情 建议到第二级警示 相照今年1月10号 5月19号 国内前两例泰国籍男性 子卡病毒境外移入个案 这次又有境外第三例 相隔时间不到三个礼拜 他待在台湾的这段时间的时候 都只有在渔船上 以及渔船所停泊的码头附近 另外三名渔工的话 也是来自印尼 但是这他们身体都没有异状 幸好渔工就医后已经逐渐康复 而5月中 从北极及所罗门群岛回国的孤独 4号第二次采写 证实感染趋公病 而不是子卡病毒 胎儿健康也良好 由于子卡病毒 没有疫苗可预防 机关署呼吁 女性离开流行区后 最好延迟两个月再有怀孕计划 一般民众也要避免病没文定药 尽量别去疫情流行地 才能避免子卡危险 记者许终以干二弟 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 英国的脱欧公投 6月23号就要登场 根据英国的三份最新民调 目前脱欧的支持率都高过流欧 而轻视出现了逆转 市场优先 英国如果脱欧 可能会造成英镑重挫 最新的民调出入之后 周一英镑就已经感受到压力 一度是重贬1.1% 创下三周以来的新低 做决定的时刻即将到来 距离英国23号脱欧公投 进入倒数两星期 原本拉锯的民调却出现逆转 脱欧阵营在最后冲刺阶段 开始领先 脱欧阵营寄出王牌 惊咬首相卡麦隆主张 无限制的移民政策 剥夺英国民众权益 支持度大增 根据英国ITV最新民调 45%受访民众支持脱欧 胜过流欧的41% 市场研究公司TNS 和观察家报的民调也显示 脱欧阵营分别领先 两个百分店和三个百分店 脱欧阵营强调工作机会 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更能让英国不受欧盟干预 但刘欧派认为脱欧对英国经济冲击 将非同小可 预期两派攻防 随着公投逼近江越演越烈 记者恒宁黄卫如综合报道 同样是公投消息 瑞士在礼拜天是举办了一场公投 决定是否要提供每一位成年公民 每个月2500瑞士法郎 相当于是台币8万多块的 无条件基本收入 但是却有77%的民众反对 显示如果不工作就有收入 还是让一般人很难接受 选前民调就显示公投通过的几率很低 投票的结果大约只有两成的民众赞成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公投被否决让瑞士政府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一旦实施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政府每年需要花250亿美元的 而瑞士各政党也不赞成 认为会影响瑞士的经济和降低劳动力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说起东南亚美食 你可能会马上想到泰式焦拿鸡或是越南河粉 不过事实上菲律宾料理也是独具特色 酸甜滋味当中是融合了中国风 西班牙欧风还有美式潮流 2016年亚洲的最佳女主厨 就是来自菲律宾的玛格丽特佛瑞斯 跟着大厨佛瑞斯的脚步来走访菲律宾的堂乡 内阁罗斯岛 依然上一起吃吃看 这个甜甜菲律宾的中华春卷 和当地特产的黑糖酥饼 繁忙拥挤的马尼拉街头 异文化在此相遇碰撞 展现活力 从伊斯兰文明 西班牙统治 再到近代的美国潮流 渗透菲律宾生活 各个层面 多元性也展现在饮食上 无法用单一词汇框线定义 菲律宾料理 吸纳东西方食材 甜点也展现多元特性 红黄绿等鲜艳配料 盖上金银碎冰 再淋上野奶 就成了非版八宝冰 我们有一个国家的食材 叫做哈喽哈喽 我认为它最好介绍 我们的食材是 它代表是混合的 有很多质量 切开带皮猪肉 洋葱爆香 铁斑炒猪肉是菲律宾十大招牌美食之一 不过从铁斑炒猪肉 菲律宾酸汤到慧米粉 酸甜两种滋味 几乎出现在每一道料理中 钻上菲律宾人的舌尖 说到甜滋滋的味道 一定要跟着亚洲最佳女主厨弗瑞斯 走一趟故乡内阁罗斯岛 来一趟回溯之旅 一百多年前 佛瑞斯的外高祖父 在当地开启第一间堂上 如今菲律宾70%的堂 都来自内阁罗斯 农人顶着大太阳 在绿油油的甘蔗田中工作 辛勤的生产成果 就是菲律宾饮食中 不可或缺的糖 对糖的热爱 可能来自热情的性格 我们菲律宾人 我们一直在笑 我们一直在招呼 和表现有很多感情 所以我认为 到食物上 会显示那种甜度 在我们吃的甜度 这里的特色甜点 也和糖脱不了关系 大尖盘上一片片黑糖酥饼 保留最简单的美味 是佛瑞斯 绝对不会错过的零嘴 老板卖饼已经40年了 如今儿子和侄子 也加入帮忙 遵循古法保留美味 老板在小小的面团中 包进黑糖馅 沾满芝麻后赶平 随手一扔 面团就躺上了大尖盘 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菲律宾人也爱中华料理 跟着佛瑞斯拜访亲戚 踏入有近90年历史的 家族老宅 餐桌上的餐点 你一定不陌生 没错 今天吃的是春卷 不过走的是甜甜的 菲律宾平凤 我们有很多 葱在我们的烤盐 和这种烤盐 是一种最好的 中国的影响 在我们的烤盐 所以她有 鲜皮和鸡 小小的鸡 这就是 这就是鸡肉 然后最后的 最后的东西 是白糖 因为我们在 糖糖 大部分 的食物 都已经成功了 少量的糖 淋上酱汁再把馅料一一包进面皮 春卷就可以上桌了 餐桌这边也正忙着准备传统的热可可 其中的美味秘诀是用花生提味 适甜似乎是他们天生无法割舍的习惯 这个家族靠着炙糖发迹 如今依旧用甜滋滋的美味 串起家族情感 是林文编译 去完了菲律宾 接下来带您来到南韩 到南韩旅游一般人都会走购物行程 而其实南韩也是非常的有文化历史的轨迹 有独特的艺术风貌 像是韩国人在重要的节日一定会穿的韩服 其实有些重点要注意 还有传统的刺绣名画 以及近几年流行的涂鸦袖 和栩栩如生的蜡像馆 都能让你留下珍贵的回忆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带您一游这个新鲜又另类的首尔之旅 知名韩星李敏昊 金秀贤 以及玄冰都因为韩剧爆红 而这个场景可以让你宛如置身 在韩剧当中成为主角 而且还可以和明星蜡像做难得互动 当后韩星现身眼前 还以为见到本尊 不论是江南大树赛 还是夯团Big Band队长GD 蜡像和本尊相似度90% 快要傻傻分不清楚 在拥有133年历史的 格雷万博物馆里 还有一件要价10万的衣服 就穿在金秀贤身上 贴近偶像穿越时空 还可以从现代回到古代 体验古装剧中 主角穿的韩服 穿上韩服散发韩国传统女性 温柔文雅的形象 这家历史悠久 有35年老字号的韩服店 帮许多官员名人量身打造 也帮李英爱的芯片 制作过多套韩服 但要怎么穿 大有学问 韩服正面不能看到 内在衣服和项链 衣巾要往前拉 发型也要梳起 露出耳垂 手也不能乱摆 女生必须右手在前 男生则要相反 穿恨服体验韩国文化 还可以看看传统刺秀 逛逛名画 以及当红的涂鸦秀 四个大男孩边跳舞边画画 不一会儿功夫 各自画的版画组合起来 变成一张迈克杰克森的脸 不论是水性油画还是夜光画 台上扎实的功力 台下花一年培训 感受韩国的艺术 也可以全身动起来 体验冰水奇缘中 爱杀公主的世界 像这样子 由七只哈士奇在前面 拉着雪橇 带您环游这个Snow Park一圈 一次开放50位民众排队轮流完 不但有可爱的狗狗拉雪橇 还可以滑雪道 刺激到让人惊声尖叫 玩累了逛逛韩国彩妆 避满行程 不少华裔业者 也在韩国开店 抢彩妆商机 我们供货商拿的价钱 是最便宜 新的产品 我们首先供应给客户 要来一趟新鲜又另类的 韩国首尔之旅 事先做好功课 你准备好了没 记者许中尹 燕临凡韩国首尔采访不到 这几年受到 韩国影视文化的影响 韩国有很多的知名饭店 因为明星住过或是办过婚礼 而声名大噪 但是这些五星级饭店 价位都偏高 一般的旅客 很少有机会来入住 一探究竟 而看准了最近新奇的韩流商机 有业者就开始动脑筋 推出优惠方案 还有各式各样的噱头 要让各国的旅客 都可以享受放松优活的 惬意假期 这到底全镇啊 它是股票的一种吗 其实啊 大家可以把全镇 想象成是股票的分身 它是用小钱 就可以参与股市涨跌的 一种工具 6月6号起 每周一晚上7点 隔天下午3点 请锁定小资幸福理财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您持续锁定 非凡新闻 请不吝点赞订阅